大家好,我是阿琪 丧尸剧《王国》第二季再次来袭 口碑毅然炸裂,好评不断 除了整部剧中各种丧尸乱舞的画面 带来强悍的视觉冲击外 结尾留下的各种悬脸 想必也让人津津乐道 权之间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和丧尸病毒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世子为什么要将王位 让给毫无王族血脉的婴儿 是不是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完成 不过最让阿琪意外的是 大反派赵学舟居然第四集就领和饭了 原来他不是最大的反派 他的女儿中店娘娘才是 这样的安排确实让人有些意外 他的这种结局 在结合《王国》第一季第二集的剧情来看 尽管赵学舟坏事做尽心狠手辣 但应该不能算作最可恨的角色 他应该是最孤独的一个人 而且最可悲的是 剧中的赵学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只至第四集下线前 他才意识到自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们不妨倒序来看看一些细节 在第二季第四集中 赵学舟带着一女去找自己的女儿 中店娘娘 解开了中店甲怀孕的真相 赵学舟得知 中店所脱身的原子没有王族血脉 是甲怀孕得来的甲子时 便告诉自己的女儿 她要杀死这个甲的原子 立王室旁之鲁成军的后代为王 然后幽蔽自己的女儿 中店百思不得其解 认为守护住海源赵氏的地位 是她的功劳 以外之意 无论原子是真是假 都是赵氏的依托 何必较真呢 谁知赵学舟悲愤地说道 问题来了 如果仅从保住赵氏家族 权势的角度上看 中店甲怀孕身子 似乎是赵家必走的一步棋 然而赵学舟 宁可立一个远之宗室 也要杀死甲的原子 自己名义上的外孙 从利益的角度上看 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 所以不仅她的女儿不理解她 恐怕很多观众也不理解 她为什么这么作死 我想这么作的原因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 她心目中的国家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她想打造的国家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赵学舟想打造的国家 在三年前乌乱时 她与安信的对话中 就给出了答案 这看起来很讽刺 赵学舟在剧中残忍血腥 屡次以下翻上 把国王转化为僵尸 追杀世子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大力不道的角色 可唯也如此 我们才知道了赵学舟的孤独所在 李氏王朝的故事背景 是朝鲜遭到日本侵略后的三年 天下疲惫 百姓困苦不堪 因此 在赵学舟的内心深处 他已经叛逆国王 是一个如若无能的王 是国王的无能 才导致了朝鲜的动乱 国王不配领导宗庙设计 在第一季 第一集中 赵学舟离入大帝学 就说三年前的危乱责任 在儒生空谈误国 但是且有明理 按理指责朝鲜的王 不能前纲独断 动下决心 所以 与其说赵学舟痛恨如生 不如说他痛恨 所有占据高位 且碌碌无为的人 无论无能的人 是大低学 还是朝鲜的王 乃至他的内心深处 他认为世子李仓 也是一个如若的人 不配为王 李仓小时候 确实表现得软弱 第一季的剧中 就有李仓小时候 躲在洞穴 暗炫却安慰他的情节 在赵学舟的眼里 王或者世子 都不应该表现一丝软弱 想必赵学舟 当时就任地 李仓不堪大任 所以 当他的女儿 中殿良良 怀有身孕时 他果断起了 废出世子的想法 不可否认 他福利外孙 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 但其也有 亲手塑造一个 合格君王的想法 第一季中 僵尸国王在赵学舟 和中殿面前 撕咬宫女时 赵学舟意味深长地 告诉中殿 请你看仔细了 你得好好教导他 一个没有权力的王 晚年将会成何模样 如果赵学舟 安心当一个全臣 他根本不必 跟自己的女儿这样说 让未来的外孙国王 安心当好傀儡就行 可正因为赵学舟 内心深处 渴望一个强势君王 带领朝鲜 所以他才会告诉 自己的女儿这般话 正因为赵学舟 一直坚持自己 内心的大义 为了宗庙设计 他可以不择手段 因此他才在剧中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令人心虚的是 赵学舟在军中 一直将狮子的老师 安炫大人 视为自己的同道中人 三年前的倭寇之战中 安炫虽然违背自己的良心 但还是听从了 赵学舟的建议 屠杀平民 制造僵尸 来抵挡倭寇 换句话说 在赵学舟眼中 安炫也是一个 为了宗庙设计 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所以当大T学 派人去上周 向安炫求援时 赵学舟才会非常自负的 对旁人讲 安炫大人 他是绝对不会违抗我的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一样 只不过赵学舟 没有想到的是 安炫心目中的宗庙设计 实际上建立在 自己的学生身上 赵学舟可悲就可悲在 他认为三年前 跟他兵肩战斗的安炫 心中所想的设计 跟他一样 认为安炫为了宗庙设计 可以抛切软弱的柿子 所以当他发现 安炫帮助柿子 来到文器鸟里时 他异常震惊 非要立刻杀死安炫 就是源自安炫 对自己心中宗庙设计的背叛 而安炫又恰好是 剧中赵学舟 自认唯一的知己 所以赵学舟 在剧中 已经是十足的孤家寡人 当他来到宫中 得知源自是假的 他才无比悲愤的 向中殿疯狂怒吼 贪权是杀 都是他的真实写照 可他不允许自己的女儿 为了权利 而破坏他心中的大义 他的女儿不能理解 既然已经是千夫所指了 为何不能更进一步 可在赵学舟眼中 宗庙设计 是他一辈子的信仰之著 说到底 他也同大帝学一样 只是一个 遵从心中道义的儒生 只不过 他心中的道义 沾满了血污 他是一个坏人 而且贫弱 百姓困苦的所有责任 全部推卸到无能的王身上 所谓万方有罪 罪在真宫 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和他的海员肇事 也给国家带来了 沉重的灾难 他那憨憨的侄子 在东来大白宴席时 当地百姓 已经开始吃人肉了 这哪里是无能的王 所能干涉的 一边怒其不争 一边围过他人 这边是他的可恨 可悲又可哀之处 看到五英 死在百花林的那一段 阿琪原本以为 剧中最孤独的人 是世子李仓 爱他的父亲 老师 朋友都死了 他再也没有什么人 可以真正依靠了 可他毕竟占据着明星 大家都拥促在他的身边 而赵学舟 生前身世显赫 风光无限 可死后 唯有憨憨的侄子 给他送葬 一个人的孤独和悲哀 也莫过于此 好了 关于赵学舟的分析 就到这里 第二季里 他和他的女儿 这两个最大的反派 已经领了盒饭 那么第三季中 谁最有可能成为 最大的反派呢 会是丈夫被人害死 一心想报仇的原子生母呢 还是大难不死 身份神秘的新王侍从 又或者是由全知线扮演 最后惊鸿一撇的神秘女子 大家信中有答案的 可在此留言为正 第三集开播的时候 再回头来看看 想想还觉得挺有意思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留言点赞 下期再见